欧亦达斯 是很了不起的人 明目清楚 他出生在明朝 末年 元吉在清朝 就跨两个朝代 这也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著作非常丰富 全吉有几十种 在要节里面告诉我们 与一切方便中 方是方法 便是便宜 方便两个字和起来 就是最恰当的方法 最合适的方法 最容易学习的方法 这叫方便 方便之中 求其智之解 智是到基础 走直路 不走弯路 至自己 至云顿 云是圆满 顿时 立刻就能达到 在大乘佛教地的这样的法门 那 莫若念佛 求人尽度 求人尽度 再找不到 第二个法门 能跟他相比 只有这个法门 直接 稳当 圆满 顿潮 由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 求其至简易 至稳当 莫若幸运 专持名后 念佛法门也有很多种 有观想念佛 有实相念佛 有观想念佛 有持名念佛 这么多念佛方法里面 最简单 最容易 最稳当 没有能 像幸运 专持名后 这个法门 阿弥陀佛 无量寿金 都提倡这个修行方法 法菩提心 一厢专念 阿弥陀佛 名号就是阿弥陀佛 又人 阿弥陀佛是万的后面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会念的人很多 懂得里头的意思 人很少 如果不明了 这一句 这一句名号的意思 就念不下去 恋爱会中断 恋爱会忘掉 真正晓得 这一句名号的意思 那你会把它当不好抓住 你一刻都不会放松 为什么呢 法界 虚空界 无量 无边的 德行 都在这一句名号 这一句名号 是真书 是自信的 名号 念这一句名号 就是念真书 执行执念真书 禅宗秀秀的 这个用一句阿弥陀佛 代替了 那个执行执念 真书 摸不到别人 很不容易 这一句话 人都会讲 几个人能入宙境界 他太抽象了 哪有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这么踏实 这四个字 确实就是执行 真念真书 没有两样 把执行 真念真书 具体化了 让你感觉到 实实在在 有个东西在死地 不至于摸不到别人 这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的意思 太神了 这一步经常就讲这四个字 它是我们自信 一定要认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我有什么关系 极乐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系要不搞清楚 你跟它距离很远 念它得不到实用 通通通通通晓得了 你念这句佛号得真实受用啊 阿弥陀佛